中国大陆南水北调水利工程 能否解决北京缺水问题 对永续生态及经济的影响有多少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有一个新闻 但是我以台湾的一个新闻取材上面 通常把它忽略掉了 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通水了 究竟南水北调是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在经典这次用了非常大的篇幅 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南水北调 他所面临的困境在哪里 他的过去现在跟他的未来 我为了谈这个专题 我们将这篇文章的一个撰写人 在中山大学的一个黄书伟 黄教授请到现场 黄教授你好 黄书伟 中山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 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专长政治经济学 都市社会学 都市政治生态学 受季风气候影响 中国大陆降雨不均 导致水资源的季节分配 与地区分布也不均衡 形成春旱下落的情况 在北京 一年中则有大半时间处于缺水状态 从1997年开始 北京总用水量与水资源总量间的差距 逐年拉大 2008年 北京奥运期间 借着密集人造雨 以及从河北掉水 勉强度过缺水困境 随后短缺问题又浮现 2002年 中国国务院通过 南水北掉工程总体规划 南水北掉工程正式启动 以西线 中线 东线 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 将水调往山东半岛 与黄淮海平原 北京就位在中线工程的受水区 预计2014年起 每年就有10亿立方公尺的长江水 引入北京 我们刚才谈到 就是刚刚我们上个月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中线总算通水 但是通水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是有点困窘是不是 对对对 它现在的情况是说 本来想要做到是这个月 大概可以掉大概5000立方米的水 到北京去 可是水掉到一半 之后遇到冬天寒冷 所以结冰了 大概只是一直掉了 51到100立方米的水 所以实际上 那我们这个不是任何调侃的意思 而是在谈这样子的一个缺水 然后从跨域来引水 燃水北调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无法预知的一个 人定胜天的一个 过去的一种传统的一个思维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传统思维之间 它的背景 我们还请黄老师 再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背景最主要的是 受限于自然环境的关系 那中国一直都是 南方的水比较多 北方的水比较少 那北京特别是一个干旱的地方 那尤其是这几年来 北京事实上从80年代之后 就面临很严重的干旱的问题 那南水北调这个工程 其实就像总编刚刚所谈的 它其实是一个人定胜天 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 一个想象跟计划 所以它大概在5060年代的时候 就有那样的想法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 各国都要建大水坝 是 然后大的水利工程 是 透过这种方式 我就一口气地解决缺水的问题 所以它大概60年代开始规划 然后一直到了90年代 2000年之后开始确定 然后动工 那个时候水利部来讲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南方水这么多 北方缺水 那我们就接一点来用 九牛玉毛 对 没有什么差别 你一年旱江长江有多少的水 我就借个1%的水到北方来 隔年下雨就补回去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做 如果是说你在规划的时候 你总是要去看水量 那你看哪一年的均线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对于水利部来讲 因为做规划的时候是 大概九年代末到2000年 所以它看的事实上是 95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的均水量 它觉得说那这样是够的 那可是05年之后 大家都知道现在气候变迁 谁都说不准 现在有很多研究就看到说 你看2005年之后 旱江水量在下降之后 你一样掉100地方米到北方的话 你以前觉得是影响十分之一 现在是影响五分之一 那可是对水利部来讲 那它就会说 你也不能保证 后年雨水又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大家在面对像降雨这种 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 很难估算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我想这些老天爷的事情 谁说不准 但是有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下 从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那时候大陆人口大概四亿五千万 到现在有十三亿人口 那单于北方来讲 北京的时候 我们刚才在戏撑 我在八零代末期去过北京 那时候只发展到三环 三环 对 现在已经到多少了 好 不知道多少倍以上 五环 六环都有 谈的时候就是你现在 北京的一个人口 就已经两千三四百万了 所以它等于是把全台班 浓进了北京市里面去 所以它自己的 现在的一个缺水的困重度 已经到自己的地下水 只能供给大概 所有人口所需的三分之一 是不是 差不多 然后其他的 它过去怎么来应称的呢 过去北京从七年代开始 先用的是地表水 然后接下来抽地下水 是 那地下水 抽到地层下陷问题 变得很严重之后 大概两千年开始 一方面有做再生水场 那二方面有开始从河北 开始做小规模的吊水进来 所以它现在其实主要 依靠的就是小范围的吊水 再生水场 再做这样的事情 它大概可以透过 许多节水的政策 把一年的用水量控制 大概三十到三十五亿之间 那它希望做的事情是 南水北地要做 供十亿立方米 再生水供十亿立方米 剩下的十五亿就靠地表水 跟地下水 这个是一个城市必须 自求生存的一个最需的方式 但是中间在取得这个水的来源之间 也就是北京它有办法用它的政治力量 来影响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取得这个南水北地要的过程之间 等于是用南方的水来纾困 这个纾困之间 你就必须把原来不是河道的地方 变成河道 对不对 所以原来不是河道的地方 可能是家里 我家住的地方 也是我家农田经过的地方 或是我家祖坟经过的地方 然后之后这些 只要被这个河道 雀屏中雪的时候 这条河道中间的一个过程之间 就会因为要供应到遥远北方人的 一个生活的所需 水源所需 所以我们把世代的一个地方就改变了 所以移民也变成是一个 南水北调工程里面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要去克服 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工程的进度实际上很赶 所以它其实在三年内要牵走十八万人 三年内牵走十八万人 三年内牵走十八万人 那这个牵的包括像湖北省的 然后河南省 河北省 生活到北京郊区一带 事实上都有千村 那当然影响最大的是 湖北丹江口水库一带的 对 居民 实际上在过去的好几个 我们早期所关心的 比方说三峡大坝工程的 千村移民的问题 大部分都不是一个 很平顺的一个收场 就是总是有很多的 中间被剥削了 那等于是赔了官员 苦了百姓 那以最近的这个 这个水库的千村问题上 这些历史的过程之间 有在重演吗 你如果去问水利部的官员 他当然是说 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过去其实最大问题是说 政府剥的预算 要做移民补偿 然后钱可能下到 县政府之后 就停在那边 在南水比较工程里面 水利部觉得说 他们这次可能做到一个事情 是说你每一个人 有一个户头 然后这个钱是直接 剥到你的户头 对 那所以他觉得说 这个补偿是到位的 可是我觉得事实上遇到一个现实 问题是说补偿一年 大概只有六百块的移民 那今天虽然好像千村 可以提供你一定的住房 在市区里面找的房子给你住 可是我觉得最大问题是 你要怎么在新的环境活下来 是 如何活下来 事实上是比方 包括像三峡大坝 然后像云南许多水电移民 大家在新的移民村所遇到 最严酷的问题 事实上是这个部分 那这个地方事实上对湖北省政府 或对当地方政府来讲 其实没有一个好的政策 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其实就还是 我供你房了 我钱打到你户头了 怎么活下来就看你自己 就变家的事 是 这有时候就变成是一个 由上而下的一个 一个管 一个作业方式 我想这样 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的国家中 有见不鲜 就是不停的一个出现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 谈这一个的 南水北调的 我记得它应该有三线 对不对 对 西 中 东 就是从上游 中游跟下游 我们想法应该是下游最方便 因为过去就有一个大运河了 从那边 我记得我以前 早期在读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搞不好是用大运河的水 隐藏江河 那个倒是百分之一 就算百分之十 可能也不会影响太大的问题 但是最后怎么会从中线 开始先动工 因为东线的水很脏啊 你说下游的水很脏 对 下游的水非常脏 也没错了 对对对 因为在中国是像 七九年之后 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的问题就是 大家其实都把家庭的污水 工业的污水 都排放到河道里面去 那所以长江虽然水量很多 可是到了下游之后 它事实上有很多各个地方 各个支流的污水 就集中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的确南水比较工程 刚才在谈的时候 工程师的想法是 我们从下游沿着水潮的大运河 把水一路送到山东 再搭个县就到北京了 可是北京市任府说 那个水太脏了 它不要 所以它要上面一点的水 所以后来主意就打到淡江口水库 是 因为淡江口水库 其实在早期新建的时候 它的霸体上原先就想要做到很高 因为这个工程 事实上就重新把霸体 恢复到之前的高度 从淡江口那边的水质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们就想直接从中线 中线的部分 为了怕水质受到污染 像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经过河道什么的 所以它其实是重新搭 你可以像它田土搭了一个高架 把水抽上去 然后沿着山石比较高 再慢慢缓缓地流到北京 然后为了怕水质感染 所以完全的渠道要重新做出来 周边的不能够有什么样的建设工厂 不能有任何的污水流入 水不能 水体不能够交叉到什么的 所以它就变成做了一个人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输水管 它讲蜜蜂式的输水管 你可以想它做了一个人工的分水岭 把水从长江中游就分到北京去 是 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讲说 我们这一期的一个方面 是谈那个城市跟水的一个互动 但是他们这个就不是 完全在两岸之间 完全所这个中线的水稻工程之间 大家跟所有的居住完全没办法互动 对 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讲 这个才是一个确保 我记得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很好玩 是说他们会说 掉水很重要 他说掉水很重要 我们才能够 我们现在市里面什么永定河 然后那些河都没有水了 掉水来之后我们才能够 把地表水重新恢复 才能够有像巴黎 像伦敦这样子的河岸生活 所以还是把别人的水抢过来 然后我有河岸的生活这样 是 然后把别人的水 让别人都没有河岸的生活 让别人都青春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时候 也许以开发国家 对工程的一个思维 大家就越来越戒胜 因为它有一个问题是 做得回不去 然后对整个环境的 区域环境的一个变化 怕造成无可修补的一个危害 但是在某方面在中国 我们这几年观察之间 工程实际上是对利益的 重新分配在掠夺了 在夺取 所以这件事情上 总是有一批人是 虎视沉沉的 总是希望能把持着 但是我们在谈到一个 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请这个书伟老师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 也是因为你长期的观察 所以是长期的观察上 你维中已经谈到很重要的 也是在社会公平正义性的 一个在分配的一个圈 这个部分其实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还是在供水区的部分 看到许多的当地的杂志 报导的东西是说 湖北农村缺水 然后干旱 那可是当当地记者来访问你说 那怎么解决农村缺水问题的时候 你会在家说那水就不要掉出去 然后他们就说不我们 我们是坚决拥护掉水政策 也就是说你可能 在台湾我们看到的报导是 那个口径是一致的 这是该做的事情 那可是对于当地来讲 他们事实上是陪上 他们未来的经济发展 去支持这样一个中央政府的政策 那中央有很多的政策想去做 比方说补贴的方式 经济再投资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 工作的问题 那可是这些东西 都还在只是计划书的阶段 你没有看到实际的投资过来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 会是之后发展的情况 你会看到 你变成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 很贫困的农村 然后它在支撑一个很负数的北京 而这样的掉水的情况 可能你在北京会看到 你在山东会看到 等到新建工人动工之后 也许你在未来的内地 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 很严重的问题 那当你是农村青年 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到沿海城市去 于是沿海城市人口又增加了 它又缺水了 于是水更多 再从那边再掉过来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们在看水的流动的时候 它实际上不单只是 这个水从哪里 从A点到B点 它关乎的是人的流动 权力的流动 资本的流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未来去关心的 是 所以也是从 这个南水北调的思维之间 我们从中间也观察到好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一个生态上面 第一个是社会的争议的部分 第三个是资源的再分配的一个部分 但是总是觉得水的一个取跟夺之间 总是有一群能受益 有一群能 有一群得 有一群思 所以这个得跟思之间来看 整个的大陆的一个现阶段的困窘的问题 实际上也很难谈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 对这个南水北调的工程上 我自己很多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你也不能让 要嘛就要迁都了 我这种让这两千多万的人 可死了 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点 好像对他们来讲 把北方能够往南迁 不是一个重点 迁都的案子都有提议过 对 可是永远没有 非常的困难 是 然后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城市发展起来之后 人们不会希望这个城市 就这样衰败掉 所以总是 特别是它是一个政治中心 是 所以它有很多的方式来支撑 这个地方自然资源的需要 是 对 那 我想在用水这个事情上面 北京市政府事实上 有很多的尝试 现在除了吊水 除了再生水之外 他们大概跟天一市政府 两个去合作 做海水淡化 你总是用很多的方式 去支撑这个都市需要用的水 那只是在这边 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说 你用生态的角度来谈说 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很多的水 然后你用很多科技的方式 工程的方式来支撑这个水资源 然后你得到的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然的部分 可是它下面是很人工的 是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是 北京 天津 在未来 接下来的一个自然文化中 可是我是觉得 我不晓得是因为我最近 如果是去了北京那边 我没有很专注的来注意这件事情 实在我觉得他们对水的一个 水源的一个浪费 或是这样叫节省水源的概念 好像我没有到处看到很多的 跑不看到 北京市民从来没有停水过 所以他们从来不觉得 吹水是个问题 是啊 那所以今天政府的水价 也不可能调高 是 然后所以你今天去看北京 也有各式各样的 它缺水 可是还有高野复修厂 是啊 它缺水 它夏天有很多的 比方说你不管是SPA也好 人工造学厂 玩水的地方 是啊 很多很多 是 那我觉得这个变成是说 因为你要去支撑 某一种的都市生活 然后你事实上 对北京市民来讲 他也不觉得 去水是个问题 他再或者是水价多少 他也不会去管水从哪里来 是 他更不会去管说 水来了之后 对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 那我觉得这个市民 其实在水这种情况 像是麻痹而已 我们再回来谈这个 南水北调 所以以你过去的一个观察 我想说你很多论文家 写这一块上面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 人口的一个迁移 他们现在做法是 移进城市的是不是 对 那移进城市的时候 就刚才你还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辈子我会种田 那我到城市去 一个月给我六百块人民币 对 那我能干什么 你找不到工作 就算你放到农村 可是大家也知道 不同的作物 有不同的跟踪方式 你可能一辈子习惯 某一种作物的跟踪方式 你到一样是麦子 可能做方式就不一样 水稻也是一样 那所以现在 北京市政府跟河南省政府 签了一个约是说 我可能就到河南 去做一些经济上的投资 去聘你当地的工人 对当地地方政府来讲 可能最多他想去 想去发展是观光产业 就是我可能就把 某些农村的集成 变成是观光的点 特别是看说南水北调 周边都是某个景点 你来看河岸的景点 这个是我们 丹江口水库的一个工程 什么什么东西的 别人想去做观光 发展观光产业 对 那可是观光产业 它能够吸纳的 它能够提供的工作 是有限的 然后再来的是 以目前的旅游方式来看的话 你还是看到团进团出 所以你还是会看到 当地水质的污染 然后这东西可能又会 当被媒体报道出来说 你看你们在沿线 南北北调的沿线 然后发展观光产业 然后污染当地水质之后 第二个组就会赶快 把这些东西又关掉 所以你原来有了工作 又突然没有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是 这东西很难做是 即使像三峡大坝 过了这么多年 社科医院大概在 今年才做完了 整个千春移民的调查 才大概知道说 这些移民之后状况 会是什么样子 那以南水北调来讲 因为这东西才签完三年 所以大家也都说 为什么接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 这样子一个宏观的调控 简单所以一句话 就接下来要做出 很大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之间 以我们现在自己的一个 科技的能力 谁也说不准 所以过去我们自己的 一个对气候的判断 谁也说不准 所以我们也是回过头来 越来越 在面对大自然之间 人类的一个角度上 应该是越来越戒胜前程 所以一个越戒胜的概念上是 我们过去所吸收的 一个参数值太少了 在整个地球的 以几十亿年的一个基础之间 人类的只有几百万年之间 去推测地球所有的活动 那每次就是觉得 好像以景观天 那以这方式来做一些 再用更短的时间 来做出一些改变环境的时候 这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 要必须非常小心的 所以我想 业遇饮水这样的概念 是在台湾早就有 但是也是纷纷都喊停了 对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 曾文溪的约云水的工程 计划从老农溪 然后穿过山下头 然后把水补到 曾文水库去 那可是这个工程 在八八封灾之后 就停下来了 那我觉得通常问你就是说 你不知道地质是什么样子 然后其实再来一个 更严格的问题是说 我们其实是用 预估我们大概需要 多少的水量 回推我们现在能够做多少 然后我们觉得不够 我们就用工程的方式补足 可是预估的水量这部分 是一定不够的 因为我们会算说 人口要增加多少 经济产值要成长多少 所以水量又不断地往上增加 那我们如果我们没有 试着回头去看说 我们要去改变的是 那个成长率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样 不管是节水也好 或者再生水的方式也好 那水是永远不够的 那所以以台湾目前为例 我们可能看到 明年要休耕了 所以我们可能开始回头去看 为什么会突然缺水 从哪里补进来的时候 可能开始有人提 海水淡化场什么的 可大家也知道海水淡化场 第一个是成本很高 第二个是 你事实上对海岸沿线上 有一定的破坏 那我们就不会回头去检讨 是看到的是 比方说台湾的工业区 事实上再生水 事实上一直推得不是很顺利 是 我记得我们那时 有某次研讨会遇到 中兴工程的工程师 他说他们最早开始做 再生水的技术 然后以前那时候是 中国派人来这边学 现在是他们要派人去中国学 是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像在这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补 谈中国的一个 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之间 某方面 所以了解他们整个的社会情势 跟他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也回头大家影响 看到台湾 这实在是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 更好的一个灯塔 一个窗口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水源 的一个处理 也自闭的 我们这几年也没有水可以掉 对我们来讲 我们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水可以掉 所以也许在谈到水的问题是这样 大家应该更睁大眼睛 用点头脑 大家努力地来思维 怎么样台湾能涌去水 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一个生命指数 所以我再来非常谢谢 因为对我们来讲 要找到一个人 长期观察南水北调 这个大工程的一个 台湾的专家学者 是很不容易的 也谢谢出了这个时间来 帮经典来提供这篇稿子 也让我们的读者 有机会可以了解 所谓的南水北调 是什么样的方式 谢谢书伟 也欢迎下到旁边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1月号封面故事 空间记忆 冻结 火化 蒙甲历史街区 从唐部文化园区 剥皮辽到东原街 呈现历史空间和情感记忆 值得挖掘它的珍贵价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